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丝毫没有融入不进去的感觉 跟着黄小蕾一起活跃气氛的 还要爽朗性格的吴景妍 乘风破浪这档节目他算是上队了 剧演电视剧 只为能努力完成舞台 即使他最终没有成团 可他在画面里所展现出来的真心情 足够他吸收一股粉丝了 这次也生走 常驻嘉宾旧舞位 对于他的发挥 起到了有效的帮助 作为一个被命运至神眷顾的人 在蔡歌曲环节 连着三次轮盘都转向他 惹得他也是蛮哭笑不得的 而在这之前 他还因为抠门 而引起全场热意 出场极懒人小孩 无景延展老妖魅力 被蔡卓妍吐槽抠门 害羞到网板后躲 未见其人 就闻其声 无景延开朗的性格 使得他一出现在画面里就自观笑点 前一秒还在说拍照拍得手都黑了 下一秒别人问他 那防晒带足了没有 他不好意思一笑表示 用姐姐们的 身为团队老妖 吴景延除开有点子懒之外 还因为抠门被全体姐姐们注意到 当蔡卓妍想把抠门的标签给他的时候 他慌得直往板子后面葬 过了一会才害羞的出来认领 装发自己搞定 67枚甲反复用 王心灵提及便宜 引全场笑声 其实吴景延的抠门在比赛时就有体现了 别的姐姐带团队搞造型 而他自己就把自己的装发给包了 67的美甲一拿出来 还很开心地说 这能用两次 在听到吴景延兴奋介绍之后 一旁的王心灵把牌子一摔 抱怨表示 自己当初朝他做美甲 结果他给做了个便宜的 此话一出 姐姐们琪琪看向吴景延 吴景延又是抱歉一笑 表示自己下次就给做贵的 这一顿操作下来 看似是王心灵没眼色 实际上他才是救场的人 把吴景延的抠门作为一个综艺点展开讲 既贡献了笑料 又展现了他们之间的姐妹情谊 毕竟 只有真朋友才敢将这种事情拿到台面上来讲 这个片段一出 吴景延的抠门被演宝藏 节简本就是一种美德 芒果台超人气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三简称浪姐三元满落幕后 芒果台又马不停蹄地启动了两档衍生综艺 其中一档衍生综艺时新型的约定 常驻嘉宾包括王心灵 Truins组合 黄小蕾以及吴景延 而根据官方描述 这档综艺的具体玩法可以被简单形容成音棕板散往的生活 至于另一档综艺是乐队的海边 其常驻嘉宾包括于文文 郑秀妍 张天爱 刘恋 赵梦以及张丽 据悉 乐队的海边的玩法有点类似中餐厅 也有点像披荆斩棘的哥哥伊的眼神综艺大腕仔的夜 其中新型的约定早在8月初就开始录制 而乐队的海边因为录制一点围绕着一家餐厅展开 天天又赶上一群 所以直到8月末 乐队的海边节目才正式开始录制 好消息就在近雨 官方正式官宣新型的约定定道 它将会在9月16日中午的黄金榜开启播映